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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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UKARL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天 海七比之在上次我們做了小型跨界SUV的集頻 不過上次我們做的時候 國產車其實只有一輛 那就是Honda的HRV 所以這次藉由Luxian U5發表 讓我們再度把這兩輛車 拉出來做一次桌對廝殺 讓大家對於這樣子一個市場集聚 會有一個更深的了解 那如果你看完這兩輛車的介紹之後 再搭配我們之前跨界小型SUV的影音 還有試駕報導 那相信大家要選擇哪一台車 自己心中就有一個很清楚的答案了 那麼在這次影音當中 我們將以空間為主題 因為像之前我們HRV 在集頻當中已經做過的試駕影音 然後U5呢 我們也有單獨的試駕報導 這次我們就是以空間為主題 因此我們準備了很多東西 譬如說像是非常多的紙箱 然後還有載重的心理箱 以及兒童安全座椅 讓大家對於這兩輛車的空間使用 會有一個更清楚的了解 那麼當我把前座調整成我的標準姿勢之後呢 我的後座西部空間 非常的大 有大約三個圈頭左右 然後頭部空間呢 大約四個指頭 然後在整個大腿的支撐性的部分的話 U5的表現還是非常不錯的 這樣子在整個後座的舒適度來說的話 自然是比較好的 然後如果再加上中央扶手的話 在乘坐上面 感覺上就會更加舒適了 那麼在整個後箱空間利用的部分呢 我們特別來裝了一個相當重的行李箱 這個行李箱有15公斤重 它模擬了一般我們出國的時候 會帶的東西全部都會放在裡面 這個時候如果你把這個行李放到車子裡面的時候 整個置放的難易度 自然也會是你構成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看看吧 媽呀 其實在整個擺放起來 它唯一的缺點大概就是 整個後面的這個門檻是有點高的 不過它整個後箱 由於它整個是有往下潛的 所以呢 在整個空間利用上面來說的話 自然你會有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但是另外就是像你要拿出來的時候 你要整個抬高拿出來 自然又是在費力了一點 那麼U5我覺得在整個後箱的部分的話 有一個比較大的缺點就是 它這個後箱的油壓頂桿 在撐起來的時候 它自己會整個往上沉 是很方便的 但是相對呢 在關起來的時候 你就要花比較大的力氣 來把尾箱壓下來了 那我們看完U5的後座乘坐空間 以及後箱擺放行李箱的難易度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Honda HR-V 在這兩個部分的表現如何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HR-V乘坐空間的部分 前桌呢 同樣都調整成了我的標準姿勢 這時候我的西部空間 比U5稍微少一點 兩個拳頭將近三個 但是稍微少了一點點 然後在頭部的部分 同樣大約是四個手指頭 不過三個手指頭是稍微比較寬一點 所以相對起來是小了一點點 然後比較特別的就是 在HR-V的椅背的部分呢 它整個椅背是比較低的 所以你要把整個頭枕往上升 在乘坐上面來說才會比較舒服一點 不過它在整個頭枕的設計部分 它連中間這邊都有一塊 所以相信如果是坐在中間的話 中間的舒適度表現 應該也是稍微不錯的 不過HR-V有一個東西 是U5上面有 然後這台車沒有 我覺得是比較可惜的 那就是後座出風口的部分 所以在後面像這樣子 我們剛發動車子的時候 後面的感覺會比較熱一點 像你現在可以看到 我持續的還在流汗當中 其實這樣一個後座出風口 的確會有所影響 那麼同樣的呢 我們一樣要來看一下 HR-V在整個擺放行李箱的難易度 表現如何 HR-V在整個實際擺放 這樣一個15公斤重的行李箱的時候呢 因為它門檻高度相對起來 是比較低的 所以再提起來 是稍微輕鬆一點 你不用提那麼高 然後再加上整個後座的地板呢 它的高低落差 跟門檻是相差不遠的 所以在擺放起來 相對也是比較容易一點 然後拿下來的部分呢 其實就跟擺上去一樣 整個難易度表現上面的話 自然是輕鬆很多的 那麼在尾門的部分呢 HR-V它的尾門再拉下去 剛剛拉下去的這一段 其實會比U5還要再輕一點 不過整個在最後面下面 這一段關起來的時候 是相反的 會需要是比較多一點力氣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總共準備了三個Size的紙箱 來盡量的將整個後箱給塞滿 然後另外我們同樣的 還會把後座給打平 這樣子來平放看看 到底能夠放下多少個紙箱 然後當我們這些紙箱放完之後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動作 那就是把門關起來 這樣子才能確定 我們放的紙箱數量是不是過多 那麼大家可以從畫面上來比較一下 在後箱擺放的部分的話 哪輛車比較好 然後在後座打平之後呢 哪一輛車的表現會比較好 那麼我們在後座打平的規則部分的話 則是以讓你的駕駛仍然能夠看到 後床的視野為準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以平擺來做為擺放的標準 然後再來是兒童安全座椅安裝的部分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們之前影片的話 你對於這張安全座椅一定相當的熟悉 沒錯 這就是我們整個標準化的測試流程 讓大家即使是在不同的影片 不同的文章裡面 都有一個標準化的比較 我們在做比較的部分呢 最主要就是來測試說 整個兒童安全座椅的安裝難易程度 那麼以這兩輛車來說的話 其實ISOPEX都是做一個隱藏式的設計 不過U5的部分 它的整個ISOPEX藏得非常的深 比較難安裝 所以在安裝這一張兒童安全座椅的時候 我們花了大約10分鐘左右 整個裝起來是比較麻煩的 然後在拆下來的時候 同樣也是非常麻煩的 這一個我覺得是U5它最大的缺點 那麼在大家看完我們整個後箱跟後座的測試之後 相信大家對於自己需要哪一輛車 會有一個很清楚的認識 然後記得再去看我們文章 會有更清楚的 包括像是市場比較 包括操控、配備 甚至是售後保養這些部分的比較 那麼我相信你很容易 就可以找到心目中最適合你的那輛車 我相信大家是在日子裏 我相信大家是在日子裏 看起來很多的 同樣子 並且會看起來 嘴上說不足 來拿有這碗 我相信你 他敢說不足 所以 你的工作